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是根据在大章经里面的教官纲中里面谈到的五十八教的全时总图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地方有华元阿涵方等波尔跟华华 然后上面是所谓的话仪式教就是顿见秘密不定 下面是华华式教是藏通别远就所谓的八教 那这个教法呢我们根据天台中的天台新药师父谈到就说这个有两个意 天台的五十论其实有个所谓的别五十跟通五十的说法 意思是说实际上是有这个华元阿涵方等波尔华这五十 但只是说是不是这个时只说这个法并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就是说看当下众生的根气 就是比如说这个时候在讲阿涵 可是有了众生的根气他可能有波尔的根气 我就会说波尔法 所以这个五十也是有相通的 这个就好像什么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说像一公式我们几乎每天下午我们都会共修 那共修的时候呢像我们在周间的时候 我们会我们开始已经把那个公安一版读完了 就讲禅修的部分 要是当下有了菩萨来的他对于禅修的部分不了解 比如说他可能会怎么打坐啊怎么关呼吸等等 我们还是会跟他谈 甚至菩萨谈到世政地的观念我们还是会分享 所以那个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只说公安一版 其他东西都不讲 就好像我们周末的菩萨 他们大部分的菩萨因为有的是一个月来一次 所以菩萨们对学佛的部分可能不像周间这么扎实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的是什么欢喜看生死啊 大智慧过生活等等 所以也是根据菩萨们的根气做不同的学习 我就像我们又看师父的教法这张power point的讲 都说师父的教法在1957年师父谈到人间净土 后来师父的教法慢慢提出来了 有华谷山的理念啊 四种佛史共勉语啊 华谷山的共识啊 谈到心灵环保 谈到四种环保 谈到心五四叹下心六轮 虽然这个师父的理念提出来了 可是大家知道心灵环保我们一直在一直在提他 随时都会提到心灵环保 同样的 我们的共识是每次会议都要谈的 所以这也就是呼应刚刚讲的这个教法的部分 大部分的时候是讲这个重点 但是其他教法同时都要在用的 所以法师用这两张power point的 回忆上至菩萨们的问题 这样是不是可以呢 好 所以五十说法 这个五十确实有五十 但是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只说那个法 还是会跟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器 会说不同的法 只要看众生的根器 好 假如这样没有问题 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重点 好 绑花精试药品 上次我们提过了 天台湛南大师 有提出所谓的试药品 重点第一个是 第二品的方便品 上次我们谈过了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第二个部分 安乐行品第十四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两品 是如来说两品 跟二书品的浦门品 好 那这四品 为什么不得把它选出来 在赞兰大师的华华文具记里面 谈到说这四品 是本门跟基门的根源 也是华华精的非常重要的 它的所谓的书跟剑 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会谈到这四要品 来谈到所谓的华华精的基跟本 好 我们要把这张提出来 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资者大师 华华悬疑第七里面谈到的 方便品第二 是基门里面的正中分 然后安乐行品十四 这个是基门里面的流通分 所以表示基门 这边是上求佛道 那本本是下华众生 所以这两品主要是讲说上求佛道的部分 同样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第二品到第十四品 其实是整部华华精里面的所谓的正中分 就所以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安乐行品 好 那这四品 方便品 安乐行品 如来受量品 跟观世音普道普门品 法师们把它列为说 它是华华精里面的四个非常重要的 方便品是所谓的叫 谈到叫的部分 那安乐行品谈到是所谓的行 行持的部分 那如来受量品 这是体的部分 主轴的部分 然后观世音普道普门品 这是所谓用的部分 好 那今天我们就根据 我们来谈到第二个部分 安乐行品 所以是讲行的部分 好 我们打开来说安乐行品第十四首 第一句话就开始说 文书师弟菩萨的法王子就问佛了 请问佛说 世尊啊 这些诗菩萨甚为难有 他们尽顺佛顾 发大誓愿 于后二世 护持读说 是法华精 世尊菩萨摩赫萨于后二世 云何能说是君 这个地方就这样直接就要提出来了 这个部分 因为十四品 十四品是我们从中间取出来 所以变成前后的部分 需要做一点点连贯 然后呢 佛就回答说 若菩萨摩赫萨 在后二世 欲说是君 当安住世法 所以这边就有好多东西可以跟大家来谈的 什么叫 什么叫 世诸菩萨 甚为难有 还什么意思呢 还有是说在后二世 这个二世我们讲应该就是何谓的武卓二世 就是末法时期了 我已经入面之后的末法时期了 这个时候 假如说他们要来说法华精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来说经 我就说要安住世法 好 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引申出来 这一张 讲经历的讲题 这四个部分 前面部分 我先谈一下前沿 然后再谈到安乐行品十四里面的四个安乐行 深安乐行 口安乐行 义安乐行 跟 誓愿安乐行 这四个安乐行 说完这四个安乐行之后 佛说了一个辟语 叫济中民主义 所以今天有六个重点的主题 我们会分别跟大家来讲授 好 那前沿的部分 这个安乐行 其实就是往生佛国进主的敬业行 就是说这个 菩萨摩赫萨 就是当菩萨们要来谈华华精 其实也是让自己能够往生佛国的敬业行 所以是自己也自修了 智利跟利他 好 这个部分我们就跟大家提出来 前面的 从第二品 方便品第二 一直到受学 无学人机品第九 是属于基门的正中分 这个部分讲什么 正好讲到 所谓的三周说法 基门的部分呢 谈一个重点 谈开三显一 我们好歹来说 开三显一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有身门圣 原觉圣 菩萨圣 最后又倒归 唯一佛圣 也一直谈到说 比如说 在华业里面 谈到说 从乳出落 从落出生疏 生疏出首书 首书出提乎 最后的是提乎 同样的阿含 方等 波的最后是法 开三显一 谈到佛性 这个三周说法 在说什么 就是法说 辟语说 跟因缘说 对于上根地质 法用 佛用法说 直接说 开三显一 那对于中根地质 就是佛用辟语说 所以在基门的这个部分 说了非常多的辟语 我们一般知道 所谓七辟语的这个部分 大概有几个辟语 在这边就说了 其实它不止 另外第三周说法 是对下根地质 谈因缘说 所以这边基门 这个正中分的部分 主要是说 三周说法 开三显一 那从基门 又到本门 这个中间呢 就所谓流通分 流通分这个部分 主要讲 就是怎么样来 红传法华金 也就是今天 我们要谈到 这个其中的一个部分 这中间呢 总共有几品 就是从第十品 一直到第十四品 都是属于基门流通分的部分 那我要跟这边 在谈到十四 谈到我们今天 那个安乐行品的之前 要把这几品当中 一些跟流通法华金 红传法华金 有关的重点 跟大家稍微挤出来 我们来分享一下 在法师品第十 这个地方 谈什么 有所谓的无品法师 受词 读诵 解说 书写法华金 无品法师 他们在末法时期 要红传法华金 有三个鬼则 好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谈 这边有三个鬼则 这是第一个部分 法师品第十 再来接着是十一品的 建宝塔品 第十一 这边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 世尊三次的畅目 所以我要入面了 有没有人要来 红传法华金 佛收的三次 这边同时在经文谈到说 红传法华金 有六难九亿 六难九亿 六难九亿 六难九亿这个部分 我想请佛上面 自己看经典 看经文就好 这个表我不会细说 但是我会把世尊三次的畅目 这个部分 会给大家来解说 好 这是第十一品的部分 再来第十二品 就是提伯塔多品 第十二这个部分 会腾到两个剑小 就是劝人家 让大家知道 怎么样能够成佛 那我怎么样来 怎么样主要是 红传法华金 就能够成佛 这是第十二品 接着是十三品 是劝十品 劝此大家流通 可是劝此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时候呢 有五类的众生 他们试愿流通 法华金 同时一般来说 流通的时候 会遇到三类的强敌 那这边我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才会劝 才会经过了这个 十一十二十三之后 才会 他们会 就在问 请问世尊说 怎么样在 末法时期 能够红传法华金 我就告诉他们 要安住世尊 这就是文书 实力不上 带大众来 跟向佛 请法的这个部分 就是刚刚提到 十四品 第十四品 一开始提到这个部分 就会跟这边 整个连起来 好到这个地方 大家清楚吗 可以 好那我们就往下讲了 好所以这几遍 这个流通分就是 重点就是 红传火华金 是不容易的 佛在法师评 历史谈多说 火华金是诸佛 秘要之障 是诸佛秘密的东西 不可以分布 妄受于人 不是随便 可以来分享给众生的 诸佛是尊之首所付 他说是诸佛是尊 所持所保护的 从很久很久以来 未曾显说 至少说佛在说法 这么多年 四十几年之后 佛还没有说这一部经 他说这个经 现在佛在说法了之后 同时还有五千个人 要退洗 上次我们在谈到 那个方面 大家已经听到了 有五千人 他们觉得说 我已经修到 都已经 我得了脱身死 为什么佛还要说什么法 所以那个时候 都还有五千个人要退洗 连佛亲自说 都有五千人退洗 佛说 要是我入灭了之后 怎么办 一定有更多的不容易 所以才知道说 在末法时期 要洪传 黄华亲 是多么的不容易 好 所以接着我就开始来谈 刚才我们谈的那几个品 好 法师品 第四谈到说 末法 洪传 洪金有三鬼 他的问题是说 要往 入有善男子善女人 如来灭后 要为四众 就是 比丘 比丘尼 优婆色 优婆一四众 来说法华经 应该要怎么说呢 我就说 善男子善女人 要入如来 是 拙如来 依 坐如来 坐 才能够为四众 广说法华经 好 什么叫做如来 是 就是对一切众生 要发起大慈悲心 什么叫做如来 就是 柔和忍入 要修柔和跟忍入 再来是 什么叫如来 坐 就是 观一切法空 他说你要能够做 能够 入如来 是 拙如来 依 然后坐如来 坐 然后安住这三个 鬼则之后 然后还有 还有不屑 带心 不断不断的说 不要觉得疲倦 不断不断的说 这样的话 才能够为四众 来管 说法华经 所以在第十品 就已经 谈到这三个重点了 入如来 是 拙如来 依 坐如来 坐 才能够 说法华经 好 那我们接着看 第十一品 十一品是 建宝打品 宝塔 从地涌出 好 这个时候 最后佛就 跟大众说了 说了三次 第一次佛说 释迦牟尼佛跟大众说 因为佛说 我要入灭 他说 谁能在这个 说法世界 广说 妙法华经 现在这个时候 你要来告诉我 说你想要来 因为不久的时候 如来不久 要入涅盘 我要希望能够 把这个 法华经的 宏传来付诸 有人 你还记得 我第一次的时候 跟大家用一张图 表示说 佛说法华经 到最后 是要入灭前 来说法华经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佛要入灭了 所以有谁 来传法华经 这是第一次 佛第一次来问 文章 第一次谈到 第二次谈之后 我入灭后 谁能护持 读说法华经 经在佛前 致说誓言 你要这边来 跟佛发誓 发愿说 我要来传法华经 这是佛第二次 来邀请 有没有人 要来传法华经 第三次佛说 诸善男子 与我灭后 谁能受词 读诵此经 经于佛前 致说誓言 第三次佛说 在我入灭之后 灭度以后 谁能受词 能够受词 读诵 这个经典 在佛前 能够说誓言 什么叫授词 就是授词的意思 就是意念 常常意念 法华经 而且能够读 能够诵 读就是拿着本 拿着经本 这叫读 诵就是背诵的意思 就是你对经本很熟 可以背诵 意思是说 你对法华经 非常的熟悉的 你希望能够 有因缘在分享 然后读诵 所以佛有三次 来所谓的畅目 就是有没有人 愿意来这个时候 来说法华经 由于在佛入灭之后的 末法时期 为什么佛说 此经难辞 若赞辞者 我则欢喜 诸佛亦然 如是之人 诸佛所探 事则勇猛 事则精进 事明辞戒 行头脱者 则为己得 无上脱道 事经难得 意思是说 这个经是很难红传的 你必须要 持戒忍入 这边也看到 有勇猛精进 持戒忍入 行头脱者 这样的话 才有办法来红传 因为没有真正善根的人 是不能受持法华经的 所以说要受持法华经 是必须要有善根的 所以就是佛讲的 这个经是不容易持的 他说纵使你是暂时持 我也非常欢喜 诸佛也是非常欢喜的 然后呢 但是要精进勇猛 行头脱恨 要忍入行 这样才能够真正 因为送持法华经而得到 无上脱道 好 就是佛的 在十一品 见宝拉品 谈到了所有 世尊三次的常误 好 接着在提伯达多品 第十二品 谈到两个见晓 就是两个规券 让你要知道 说法华经的结果 好 提伯达多 我想大家都知道 提伯达多 他跟释迦摩尼佛的因缘 那提伯达多 常常用负面的方法 来成就释迦摩尼佛的佛道 好 那随便在第十一品 十二品 谈到说 提伯达多 有一世 曾经是一个先人 他为释迦摩尼佛 讲说法华经 所以佛就说 这提伯达多 他是先人 这一次让我 能够具足六波罗蜜 就是不识识界 忍入精进禅定智慧的六波罗蜜 同志具备 慈悲喜舍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指摩金色 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指摩金色 就是佛的向好庄严了 让我能够成等正觉 所以提伯达多 我们虽然大家认为 他是恶人 可是因为他用那个方法 来让佛能够成就 佛道 所以佛也给提伯达多 送记说 过了无量节之后 他能够成佛 他的名号叫 天王如来 所以这个就是 代表说 恶人能够成佛的例子 另外有个是 我们说 司令菩萨到荣宫 去度众生 然后他回来之后 这个 就有菩萨就问他 说你到龙宫去 度了什么众生吗 那文术师李菩萨就跟他讲说 有 苏杰仇 且龙王女 是小龙女 智慧立根 然后他能够诸佛所说的 所有的秘藏 都能够受持 包括好花经 而且深入禅殿 了达诸法 而且刹那都能够发佛的心 这个 那大家都不相信了 因为大家觉得 女众有五脏 而且又是畜生女 可是 小龙女在当下 在那个娃娃会上的时候 他透过一个 一个动作 他献了一个 一个摩尼宝珠给佛 然后佛接受 他就问 他就问 大家看 我把这个 这个宝珠 献给佛 佛接受快不快 大家说很快呀 所以你们看 我在当下 我要成佛 比这个更快 所以你就忽然之间 就见到 小龙女变成男子 拒菩萨恨 往南方 无垢世界 成整正绝 你就知道说 这个要讲什么 讲说 他们常常听法花经 然后了解法经 最后还能够成佛 这个代表是畜生成佛 就是这个 提波达多的成佛 跟这个小龙女的成佛 当然 当然两个见晓 告诉大家 不管是畜生 众生都有佛性 可以成佛 众子是恶人 畜生也能够成佛 这是两个见晓 好 就是在提波达多品里面 提出来的两个例子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十三品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例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十三品里面谈到说 有五大类的菩萨 好 要发现了 红传法经 第一类是 药王菩萨摩和尚 大药说菩萨摩和尚 跟两万菩萨 眷属 他们发愿要在 苏婆世界来度众生 然后再来是 五百位授记的阿罗汉 还有八千位 授记的学物学人 还有摩赫波蛇 波迪比丘尼 跟耶稣陀罗比丘尼 跟他的眷属 六千个人 他们都发愿要在 他方国土 来红传法法经 另外有八十万亿 拿尤塔阿维越制 就是阿比拔制的 菩萨摩和尚 拿尤塔是一个 很大的数字 有八十万亿的拿尤塔 非常非常多的 阿维越制就是 不退转的大菩萨们 他们发愿要在 十方世界来 红传法法经 好 这个五类菩萨 我们把分成两大类 一类菩萨摩和尚 大菩萨们 他们就要在 说佛世界 跟十方中生来 来说 红传法法经 而这些出发心的菩萨 刚刚授完祭的 菩萨摩和尚 包括这个 摩和波斯的 波提比丘尼 跟耶稣索比丘尼 还有眷属 他们都是出发心的菩萨 他们说我要在 索伯世界之外的 他方国土 来红传法法经 为什么差这么 为什么这么大差点 大菩萨摩和尚 发愿要在 索伯世界 十方世界来传法法经 而出发心的菩萨 只敢在 他方国土 因为 我们知道 我还记得 我们谈到 苏婆国中 人多必恶 怀真上慢 功德浅薄 称着残取 心不时故 我想 不只是 我还记得 地藏经也讲了 众生 说不切众生 刚强 难调 难辅 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以 这个部分 大概我们都会听说这样 所以 这些 出发心的菩萨 他们对于 索伯世界的 肝肠众生 他们没有 没有 那是没有信心 来红传法法经 但是大菩萨 就说希望 发愿 可以在 索伯世界来 红传法法经 所以这个 我们就给知道说 这是分成两代类 所以 誓愿流通 法法经 有这几类菩萨 当然要在 受佛世界 传法法经 要起大人努力了 然后读诵 受辞 书写 供养法法经 他有办法 就是 法师品 第十谈道的 无品法师的方法 才有办法来 红传法法经 好 我们透过 十三品的 这边谈到 就说 他说 这五类菩萨 就跟佛 包括说 希望佛 你不要担心 在佛入灭之后 在恐怖 恶世中 我们当会 广说法法经 有诸无字人 恶口 骂力 他们来骂入我们 甚至于要搭仗 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现在都能够忍耐 这两段经文表示说 法师要 红传法法经 应该要 柔和忍辱为一 在恶世中 要修忍辱行 希望佛 不要担心 当佛 入灭之后 虽然在恐怖 恶劣的环境当中 这些圣比丘尼们 或是比丘尼 还会继续不断的 收法法经 虽然许多 是没有智慧的人 甚至听到 读诵 说法 用恶毒的语言 来入网 甚至拿刀棒 来加害法师 他们都能够忍受 不会退行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的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我们再往下看 在十三品里面谈到 有三类的敌 就是在红传法法经 基本上都会遇到 三类的强敌 第一类叫做 俗众真上慢 他们就是有诸无智人 恶口骂力等 即加刀杖等 我等即当人 这个我刚刚已经解释过 这个时候就是 末法师纪要传法法经 会遇到有人慢骂 有人拿刀杖来打等等 第二类是什么 道门的真上慢 就是他们在 就是在末法时期的时候 这些比丘众 道门中的比丘众 邪志心残取 然后为德为为德 我慢心充满 他们是我慢心 充满某慢心 然后呢 他们会棒来 会充满慢心 然后会毁棒 这个说法法经的人 这第二类 第三类是 假的高深增上慢 或是就是有修行人 他们就说 我是注意到这个阿兰若 阿兰若处 然后呢 纳衣在空前 穿着这个份扫衣 然后在极境处 这空前就是极境处 就比如说在总间 在树下修行 就是我看起来很有修行 自己为自己是真正修行的人 但是他亲见人间的 亲见在人间 说法法经的人 然后他自己本身是 贪着立养 贪着明文立养 然后对白衣说法的时候 大家来恭敬他 他会觉得很欢喜 就好像六通罗汉 这样子 就是他就是他有六神通 但是这个人是怀恶心 他常念世俗事 假名阿恋人 好处我等过 这些是看起来是真正的 看起来是修行人 但是他是贪着明文立养 贪着世俗事情 而且怀恶心 也是我们在红传 法法经的时候会遇到的 第三类人 他们会 称谨在人间受法经的人 所以大家才知道说 真的在红尘当中 尤其是 佛入面之后 要红传 法法经 是多么的不容易 好 那就我们往下再谈到 一个祭宋 就是说 也是 也是就是 当遇到这三类强堤的时候呢 菩萨们就跟佛发言说 卓劫恶事中 有多少很多很多的恐怖事情 甚至会恶鬼入其身 就是末法时期的时候呢 有那个磨墙法弱 然后有魔鬼赴人生的时候 他可能要用 用各种话来毁入我的时候 我们要因为尽信佛 所以要着忍入 修忍入行 为了要说法 哈经 仁慈 诸男士 就是人 这种恐怖的事情 或是被骂入 毁入 甚至要刀杖 打我的这种事情 然后呢 我不爱惜生命 我习无上道 我等于来是 护持佛所主 所以呢 我不爱惜生命 所以这个设身 跟佛的法身灰命 这两个部分 我会宁可要 要取佛的法身灰命 来红传法华经 拧取无上的佛道 不惜舍此生命 这样的话 这个恳切 勇猛心 这样的话 我来红传法华经 所以才知道说 在红传法华经 在魔法时期是多么的不容易 好 所以文殊师律不上 知道前面那几天 就开始问佛了 那大菩萨在后世 尤其是佛入面头的时候 怎么样来 来能够说法华经 知道外面的什么 有三类强敌吗 我要红传法华经 要怎么样 我要应该怎么准备 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红传法华经呢 好 这个地方就把前言 说完之后呢 我就要进入 安乐喜品第十四 有深口意识的 是安乐品 安乐行 就是说在 二世中 修行法华经 弘扬法华经的方法 好 我们谈 叫安乐 什么叫安跟乐 安就是安稳 安定 就是不受烦恼心 所动的意思 所以心不受烦恼 所动 乐 就是远离痛苦困扰 喜乐快乐 叫安乐 这是师父的解释 我也放了一个 一个和春孝照 图上 他谈到说 身无危险 故安 心无忧恼 故乐 所以身心安乐 才能够进行 才能够行 怎么样的红传法华经 安乐行品是 法华经 基本上最后一份 一品 十四品 他属于流通分 就是文殊势力 菩萨请示佛 菩萨如何在二世中 来红传法华经 好那我们往下看了 文殊势力 菩萨请法 好 世尊 世尊 世尊菩萨 甚为难有 尽尊佛故 发大事愿 要后世要受词 要读 护词 读说 是法华经 怎么样才能够 说是经呢 就是菩萨在 浊结二世中 就是佛入灭之后的 五百世 这个二世中 怎么样来说法华经呢 好 佛说 要安住世法 那后世怎么样呢 护词 什么叫护词 护词 词我刚刚跟大家讲 词就是你常常译词 护词意思是 自己护词这部经 同时也要护词 读诵 讲说法华经的人 所以两个部分 自己要护词这部经典 同时也护词人 所以护词经 也护词人 护词讲法的人 那佛根文书师 安乐行跟 试愿安乐行 其实这个就谈到 所谓的信愿行 不管什么法门 都跟信愿行有关 信愿行 好 第一个我们谈到 所谓的 深安乐行 深安乐行 有两个重点 两个部分 一个是要安住 刚刚我们讲的 要常常在这个状态下 安住 安住菩萨行处 就是自己要处理 就是这个自己的部分 要安住菩萨行处 而对他人 不要安住菩萨的 亲近处 这两个重点 所以深安乐行 这两个部分是 安住菩萨行处 跟菩萨亲近处 好 那我们来看 安住菩萨行处 及亲近处 能为众生 演说四经 要是能够 安住菩萨行处 跟亲近处 就能够演说 这部经了 什么叫菩萨行处 就是一般来说 就是自己 要行什么 行大菩萨的六度 万恨 就是行 不失 持戒 人路精进的 禅定智慧 甚至于 师父谈到说 要像普贤菩萨的 十大恨怨 怨跟行 这位谈到是行 除了怨还要行 那什么叫亲近处 就是亲近菩萨的善知识 苏哈欣的菩萨 应该有亲教士 就是你要依止 一个师 一个师 一直一个大善知识 然后呢 那像出家人 就有一指师了 好像是能够 知法之力 如法如律的 善知识 就是我们可以亲近的 就好像 华言经里面谈到 善才同志 五十三餐 好 那这边我们来谈到 菩萨行处跟亲近处 我谈上了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跟善才同志的五十三餐 我想这个十大愿 大家应该非常的清楚 理尽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秦传法论 请佛注释 常随佛学 横顺众生 普皆回想 为什么这个十大愿恨 这么的不容易 是因为它有个事无尽 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恼尽 你知道众生烦恼不会尽的 众生的业也不会尽的 众生借也不会尽的 虚空借也不会尽的 但是 纵使他们进的 纵使这四个 无尽都进的时候 包括说 我这修十大恨 才能够进 但是这 他都说 虚空借乃至烦恼 无有禁锢 所以我这个 我这个十大愿恨是没有穷尽的 而是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而且我的生与异业上 没有疲愿 所以才知道说 这个十大愿多不容易修 所以普贤十大愿 为什么我们常常那么赞叹 就是因为 这是事无尽的 而且生与异业 无有疲愿 不断不断地在发愿 不断不断地来行 尤其是行 我们称普贤菩萨是 大恨普贤菩萨 他是行万行 好 那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 亲近处 师傅谈到 三才同志五十三餐 三才同志五十三餐 非常有趣 是五十三餐呢 他餐什么 其实餐的是四众弟子 他餐的有 有出家人的比丘 也有比丘尼 然后优婆舍优婆怡 政治上婆罗门 仙人这外道 甚至谈什么 像变形外道 甚至还有童女 童子童女 等等 甚至有 当然有大菩萨 比如说我们谈到 观世音菩萨 二十七餐 二十七关世音菩萨 五十一餐的 十四菩萨 就是弥勒菩萨 五十二餐的 文书势力菩萨 跟普贤菩萨 所以甚至是 并不是一定是出家众 就是他这个 能够真的是 具的是真正的 正确的 之间 都可以当时你的 甚至是可以参访的 好 这是五十三餐 那这很有趣 这五十三餐 这个一餐到第十餐 是所谓 行所谓的食柱位 这是十一到二十四 食行位 二十一到三十四 食回向位 就是每一餐 往前进一位 三十一到四十四 食地位 然后四十一到五十四 食等觉位 五十一五二五三 是三个庙觉位 所以他五十三餐 参访的时候 其实上 基本上 张文童子已经学到 成佛的所有东西了 这是善知识 要参访善知识 就刚刚提到的 五十三餐 所以师父谈到说 要知法之律的 大善知识 都是可以 我们可以亲近的地方 可以亲近的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要怎么样来行 菩萨行处 分成两个部分 要住忍入地 观诸法如实相 在这个地方 我怕菩萨会迷路 因为 生安乐行 这个地方 他第一个 我要先回来 他有第一个部分 要先安住在菩萨行处 这个菩萨行处 要分成这两个部分 忍入地跟观诸法实相 他还有第二个部分 叫亲近处 亲近处等一下我会说 这样大家可以吗 因为你会一层一层 会忘记的 所以我们回到 生安乐行 第一个要先 安住在菩萨行处 好 第一个就是忍入地 观诸法实相 好 云合 什么样叫做菩萨 菩萨的行处 这是你们的问题 然后佛回答说 若菩萨菩萨 住忍入地 柔和善顺 而不触暴 心意不惊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对于所有的法 无所行 而且观诸法实相 不行不分别 这样叫做菩萨行处 这是释迦摩尼佛 跟文书菩萨指出 要怎么样来修正 内心的修正功夫 要住忍入地 要耐骂 耐机 耐寒 勒可 这样子 而且要安住 心不动摇 不生烦恼 这个叫做住忍入地 第一个叫菩萨行处 好那我们来谈到 表情出里面的 什么叫柔和忍顺 柔和善顺 柔和善顺 跟忍入有关系 就像法师品 谈到说 要柔和忍入 要柔和 意思是说 与不刚强 当然行为不能刚强 与不刚强 叫柔和 像棉花 像水一样 能够顺从真理 这个叫善顺 柔和就能够跟环境一切相合 我知道大家已经知道 我们法国山 生前大学的校训是 卑至合尽 这就是个和 柔和 柔和善顺 柔顺忍 就是心柔至顺的意思 也就是说 菩萨住忍入地的时候 并以无相无我的 无事智慧相应 就能够忍成就对方 也成就自己 善顺就是善巧的 顺于理 顺于一事 像普贤菩萨的 十大愿的 横顺众生一样 就是善顺众生的根性 善顺众生的需求 有教无类 平等普化 善顺众生的需求 给予适当 恰到好处的佛法帮忙 好 这是柔和善顺 第二个部分要 要不触暴 心不惊 触暴就是不要动不动 就耍脾气 闹情绪 而且气到 没有办法压抑下来 暴跳如雷 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度众生 在任何状况 希望都能够心平气和 充容安闲 这个就是我们花五三的心灵环保 就告诉我们 我们心能够看清楚 只是外境 不随静转 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 其实这也是心灵环保的部分 所以就跟这一段非常的相应 师父的所有的教法 其实都从经典里面出来的 第二个部分 心不惊 就是不会受到惊慌恐怖失策 也不会恐惧 任何状况来的时候 我们心不会慌乱 这样才能够度众生 不紧张 不慌乱 好 然后再来加一句是 与法无所行 对于法的部分 如实的真理 菩萨以观 有观察的智慧 来观一切法 都是非真实的 所以行一切法 就能够不分别 不执着 譬如菩萨修仑律行的时候 虽然受到迫害 打骂 心中也没有受入了自我 不存有加入有我的对象 也不存有忍入了这样的事实 这样就所谓的 与法无所行 有一位大善知识 叫孟昌老相 我想大家应该认识吧 孟昌老相 在前一阵子才往生 孟昌老相的一生 其实非常的辛苦 那他正好有一个姻缘 孟昌老相就 应该说是 入狱 在监狱里面 入狱 在监狱里面 33年 这33年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孟昌老相 后来他分享这段姻缘的 他讲说 这段时间 正好是一个 借势恋心的好姻缘 他说 我面对这个 就是 刚才手疗脚裤 这个疗房啊 等等 他说这个时候 我把他当成 这是我正好是 闭关的姻缘 他说外面 有人帮我脏肝 护法 然后呢 我每天衣食无缺 然后 狐 屎 老虎跟狮子 都不会侵害我 所以医到这样 我就可以当成 自己在里面 是闭关的 那当然 有时候会被挨打 那个 孟昌老相 讲说 有时候被吊起来 鞭打 当然会痛啊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的感觉 观想 我是在母亲的肚子里面 身脏 手脏 这样子 他说我 只是恢复到 原来的状况而已 用这样的观想 然后这样呢 都掺那个 任意记里面 有一句话叫 有觉觉痛 无痛 痛觉 有一个能够感受 痛的这个觉受 但是觉受本身 不会痛 他就觉得说 这个痛的本身 是这么的 虚妄不实的感觉 所以他觉得 这个时候 我就是就好好的可以修行 修这个东西 就是 观一切法的真实相 而且我不分别 不起执着 那他当然在 在监狱里面 也看到 很多很多 人心的善变的部分 他常常 看到那个 有人跟 同样在监狱里面 大家都在受苦 可是还是有人 跟监狱打 小报告啊 然后 他说这样的话 害别人 他说就像国庆讲的 这真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地方 所以孟昌老相 在这个 在这个建议当中呢 他说他依靠的是 华言经里面讲说 假使热铁轮 再如顶上悬 终不宜此苦 退失菩提心 所以他一直让自己 保持在佛法的修炼上 所以他33年后来 因为到后面 有一个理由 就是自己 他们当初 冤屈他的事情 查无实行 所以就放了他 就放了让 孟昌老相 重新恢复出家人的身份 穿上袈裟 催护出家人 应有的威仪 所以孟昌老相 后来在 非常这段的时候 他谈到这一段 他说 其实这个 不存有 受入的我 也不存有 受入的对象 所谈的 所谈的三点体空 这是孟昌老相的例子 另外我也有 也有一个音员 听到有老妈 在狱 也是被 迫害 然后入狱 那后来也是 后来音员就出来了 那就有人访问他们说 你在监狱当中 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事情 他说我并不是害怕被打 或者害怕死亡 我最害怕的是 我退失我的菩提心 退失我的慈悲心 你就可以知道说 真正的修行 也是这样的 他们知道 这所有的一些现象 包括痛的感觉 都是这么真实 都是这么假象 不是真实的像 只是短暂的音源 所生的东西 所以有这个 就透过这样的音源 与法无所性 不分别 不执着 好 那在佛经里面 有一个例子 在金刚经里面 有一段文章说 如我习为歌利王 歌姐身体 我月儿时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何以故 我在往期 被解解之解的时候 如果我的心 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我就会心称恨心 他说 须不提呀 在过去 五百世的时候 我做人路先人 于而所事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受者相 这是谈到什么 释迦牟尼佛 讲他的本身故事 他曾经多生多结 做人路先人 那有一次是歌利王 那在遇到歌利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旁边这张图 这样正好一个非常好的图 有四块 这四块 可以看到我的指标吗 好 这块就是说 这个人路先人 其实上 他是在树下 在修行 那有一天歌利王 就带着他的宫女 到外面去户外 到郊外去打猎 那歌利王 那个时候不在身边 这些宫女 就看到 有一个人 在那边 在树下修行 他们就跑过来 跟他讲话 说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是修行人 他说你修什么 他们就跟他谈话 那当这个歌利王 他要找他的宫女的时候 发现 这一群这么漂亮的宫女 总部对了一个出家人 坐在那边 再跟他谈话 这个歌利王 就非常的生气 就说 你是开悟的人吗 你修行到什么程度了呢 那当然这个 人路先人就说 我只是修行人而已 他说你为什么 勾引我的宫女 他说我没有啊 但是歌利王就说 好 你说你没有 好 我就看看 你到底在怎么修行 他说我是修人路行的 他说好 那我看你怎么修人路行 所以你看这张图 就把他的脚切断 你看到吗 好 他先把他的脚切断 看看你生不生气 你修人路 你生不生气 可是这个人路先人就没有生气 他进一步 把他的双脚都割断了 这个脚都割断了 他还是没有生气 最后他把他身体都 身体整个割了 这是第四个图 就是这歌利王一步一步的割解 这个人路先人的身体 然后他就问说你生气吗 他说我不生气 他说你怎么证明你不生气 他说我要是 我要是不生气的话 我的身体会恢复原状 而且以后当我成活的时候 我要先度你 所以当下的时候 这个人路先人的被割解的身体全部恢复原状 所以歌利王当下就跪下来求 就是请他求他原料 这个歌利王就是后来的焦成儒 好就是这个就是在金刚经里面讲的例子 所以忍入先人就是 跟歌利王的故事就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三伦体空 他说要行忍入行 要做到无忍 忍而无所忍 做到有若无 始若虚 这还真的不容易 这才叫真的叫真忍 我们平常就说我很忍耐 我忍耐你 这个都不算的 他说有人骂你的时候 你才是有所执着的 都不算忍耐 但是有人就问 那既然佛你说 你的前身本身故事谈到说 你是忍入先人 是忍而不忍 就是忍 但是你就是无忍 为什么释迦牟尼法 你还记得忍入先人 修的时候被歌利王歌解 是不是忍入行呢 我就说其实是佛是 记而不记的 一般人被一而在 在而上的忍入的时候 会生无名火 无名火会烧到功德灵的 但是修菩萨 修忍入行的大菩萨 他是柔和善顺 不触暴 他具足定力 而且无所经步 而且大菩萨观一切法空 包括痛的本身 包括一切外向都是空 对一切无所执着 而且能够入实向 空向 所以不行不分别 这个就是所谓的大菩萨的 生安乐行 这个还真的不容易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好这是第一个部分 叫做菩萨行处 要忍入 然后柔和善顺 不触暴不惊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们谈到所谓清净处 清净处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清净处跟第二清净处 第一清处谈到所谓的戒行跟定行 第二清处观诸法空向 这是属于会行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清净处 是属于戒定会三行的地方 好我们谈什么叫清净 学佛的人要上求佛道 清净善知识 这是用智慧心来清净善知识 不清净恶知识 然后下化众生 要慈悲心 不敬恶知识 所以善知识能够令人趋向佛道 恶知识令人趋向 邪道 所以安乐行平告诉我们 要不得清净的是哪些对象 你应该清净哪些对象 所以这个部分 就会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你要先告诉我们说 你不得清净哪些恶知识 第二部分告诉我们 怎么样清净哪些善知识 这样可以吗 可以跟上吗 这个这样是一层一层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好 第一个部分先告诉我们 不清净哪些人 大概这个经文谈到很多 包括王臣权贵 外道 文艺 凶性 凶戏 幻术 渔猎 猝目 以及还有等等求好 要好求生文的示众 小女处女寡女不能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文章里面 经文里面列举的 我们要有 不应该清净的 有一个 有十类人 就是一个红传 法法经的人 不应该清净这十类人 这十类人 那十类人呢 我们往下一个跟大家分别来说一下 第一个叫 王臣权贵 这个包括 国王 王子 大臣 官长 等都不可以清净 因为权势人中 充满就是 只是是非跟斗争而已 一旦被捡进去 就是你不做葬事 显位的事情 也可能被认为 你就是有利可图 所以你还清净来 所以 会惹来很多的灾害 我们还知道 华谷战有三部战策 对吗 没有金钱借贷 没有软理关系 第二个是不谈政治 所以对这个 王臣权贵 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清净的 但是他们要来问 文法 他们要来请法 我们还是要跟他 好好的说 这是第一类 我们不清净的王臣权贵 好 第二类就往下了 外道啊 文艺啊 凶性啊 杀生啊 恶圣种等等 好 我们一个个来说 好 第二个是不清净 诸外道 泛制 倪前子等 外道泛制 外道的修行人 倪前子就是我们知道 所谓的奇纳教 当时在释迦牟尼佛 那时候 印度有其他的外道 我们不清净的外道 因为修行的方法不一样的 第二个是 不清净那些 造世俗 文笔 占勇外书 及 入协 额陀 逆入协 额陀者 好 什么叫文笔 就是 就是 这意思是 这个文艺是什么 只是指世俗的小说 一些小说 散文 诗歌 歌唱 还有外道的哲学 等等 这一类 这东西基本上都会跟我们 我们在红尘中的轮转有关系 要是他们这些 世俗文笔 他们能够表现佛法的话 当然就很好 要是我们 讲的都是世俗的东西 让我们更轮回的话 这样的话就会方会我们的 学佛的修行 这个就不是所谓的安乐型 好 就是这类 我们就不清静 再来是凶系类 不清静诸有凶系 所谓的凶系就是危险的游戏 还有呢 相拆相扑 挪挪等 种种变现之气 危险的游戏很多啊 像 有很多跟生命有相关的危险的游戏 包括枪击啊 或是有很多有些不好 然后像那个 他谈到什么 相拆 相拆就是用拳掌来竞进 打起来用拳掌来比赛的 另外是相扑 相扑就是摔角竞进 这都不好 另外是挪挪的 挪挪就是什么 用彩色来绘画图身 种种种的所谓的幻象变数等等 这些都跟修行不相应的 我们也不清静 再来是不清静 占陀罗及续猪羊机构 田列于补之外利益 占陀罗 占陀罗不是那个 印度有四大种姓嘛 是婆罗门 插地利 肺色跟守陀罗 守陀罗其实就是农夫啊 这第四类嘛 可是占陀罗不是 占陀罗是什么 是屠夫 就是屠快杀身的这个 那这个续猪羊机构 续猪羊机构基本上 都是以造恶业 就是无非都是为了要杀身 要卖钱换钱 包括田列于补 捕鱼啊 打猎啊 等等这些都不好 然后什么叫诸二利益 就是说 以造恶业来养肢养生活的 这些人能够增长 我们的恶元 这样我们都不应该亲近 但是这些人要是他们来请法 我们要为他说法的时候 要无所希望 意思是说 应该随意说法就好 不要生有所 希望能够闻到他们的名文利养 或是有攀元经 这个都不妥 好 第五类是二圣众 不亲近求生文彼丘 彼丘尼又不是优婆以后 就是他们生文圣 就是小圣的意思 他们不修菩萨圣 这些世界都不求菩萨圣 其实我们应该要 让大家都能够修学什么 大圣法 因为他大圣法 不只是治理了 而且能够了众生 好 那当这些人过来 他们来 在房中 就进行处 讲堂中 他们来的时候 不供入职 同时来的时候 要他们有情法的时候 随意说法 也无所需求 不要需求 他们我们有什么 他有什么来供养 有什么名文利养等等 都不应该需求 好 再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 现在是谈到 不应该这样做 这属于戒痕的部分 戒行的部分 下面的五个 好 第一个是 不予女人生 取人生意想 而未说法 欲不欲见 这个谈就 要是是比丘的话 不应该 常常去跟女众说话 不应该常常想到 女众 觉得不要谈到那种 当然 假如是比丘 你就是想 不能对 相对男众的部分 也不能去预想 然后呢 不亲近五种 不难之人 以为亲厚 就是不亲近这种 不难 不难这个部分 我想大家可以 从精神去查就知道了 然后呢 还有 不亲近有危害的地方 就是你不能自己 独入自己一个人 就走到别人家里面 你要到 有因缘到别人家里的时候 要一心念佛 不能随便的进去 万一有危害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心有机嫌 就是说要是为异性说法 这边谈到女人 其实是比丘为男女人说法 或是比丘为男众说法的时候 不入此效 不限凶云 就是不能太轻浮 入此效 然后显凶 就是甚至于是为了法 也不能特别跟他亲近 不要说这样 不只是为不为法 或者其他事情 也不能特别亲近 就是避积嫌 好 避积嫌 另外就谈到说 不乐序年少弟子 三名小儿 亦不乐于同师 你不可以乐于 收受太小的弟子 让他们来当弟子 休息人不应该 贪求年少弟子的 为什么 请他们来侍奉你 不应该这样子 避到当然遇到特殊因缘 这个三名小儿 可能他真的非常的利根 可以 平常的话 因为这些三名小儿 小弟子 他们幼稚 习气未托 不听教话 所以不容易收为徒 所以不乐于是同事 好 要坐禅 好 这样 好 那下面呢 应该怎么样呢 这个都是算戒痕 就是有这十类 不应该亲近的 那应该怎么样做呢 应该要 常好坐禅 在于闲处 收舍其行 你应该 这戒痕 你要修定 你应该坐禅 可以生定 常常能够坐禅 坐禅 并不是说一定是要打坐 只是说能够修不离禅 行住当中不离禅修 这样禅修的话 让我们不要执着之后 能够生出定力 而且有定力的时候 让自己能够除妄想 而且在于闲处 羞涩其行 当你的功夫到家的时候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禅坐 都可以不离禅 就像永迦 永迦正道哥林 很多说 行也禅 坐也禅 雨莫动静 体安然 梦里 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气 所以苏果世界的一切 其实都是幻象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真的想透禅修当中 你就可以发现 发现这样子 所以我们常常 应该在 应该要修行 但是要是你还没有定力的时候 不能常常在 闲著作禅 你应该要 在大宗中修行之后 然后才有办法 真正去求情 情定力 然后修设其行是 一切利于 一切恶利于恶法 都应该要远离 然后守护六根 让六根都能够清静 不放映 这样才能够跟禅修 非常的相应 所以 这个就是 上面讲的就是 严禁疲泥之后 那种持戒清静 利于 同时的不忘定业 精静 就是持戒 在定 这样的话 学习采访 这是第一清静处 所以第一清静处 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戒 十类不能清静的人 第二是定 这是第一清静处 好 那我们看第二清静处 是关一切法空 一切关空法实相 这包括三 包括什么 关一切法空如实相 不颠倒 不动 不退 不准 如虚空 无所有性 一切语言道断 不生 不出 不起 无名 无相 实无所有 无量 无边 无外 无障 但你因缘有 从颠倒 身 故说 常乐 观如实 法相 是你菩萨 第二清静处 第一个部分 观法空 这是空观 观空相 实相 第二个部分 是因缘而有的 这是假相 然后才能够这样的话 不空 不着空 不左右 就是走中道 好 这是第二清静处 那我们往下来 把这个部分 往下去去说 这个部分 好 我们往下 关一切法空 这个部分 就关空 关一切法空 这个部分 我们往下来说 好 这个部分 是会行 前面持戒 修订之后 就能够 希望能够 从会行 这个部分下手 一切法空 其实是真谛 因为有是属地 就是真空 出于属有 不明真空 但即属有 便是真以颠倒 就是你不少 一切都是空相 但是你制作有 那就是叫颠倒 那关一切法空 法就是一切的现象 包括身心的现象 也包括正报 异报的所有现象 师父告诉我们说 这个部分包括 六根 六层根 六四 就是所谓的十八界 六根 就是身体的生理现象 颜耳鼻舌生意 六层是外在环境的 色身香味触法 产生所谓的六四 颜耳鼻舌生意的是 色 六四 产生精神的心理现象 就是十八界 五蕴十八界 这个地方就告诉你 关一切法空 就是告诉你 就是心经所谓的 照见五蕴皆空 好 这个是会形 我们来看一下 心经里面的 他说色力指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个意思我想 大家已经知道了 从色当中 我们看到空相 从康相里 看到色相 所以色就是空 空即是色 所以受想形式 也是都是这样子的 表示 受不亦空 想不亦空 行不亦空 事不亦空 好 都是 所以这样的话 四诸法相 四诸空 四诸法空相 就能够不生不灭 不够不进 不争不解 这个就是观五蕴皆空 那这个我们想 心经的部分 已经大家对心经很熟了 所以这个部分 在法华经也谈到这个部分 要观一切法空相 这是慧行 好 关于一切法空之后 如实相之后 就不颠倒 他已经不颠倒 不动不退 如虚空所有性 它是原语道断的 就是不可思 不可以 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 因为无所有 所以还是无量 无边 无碍 无障的 除了身体 颠倒见 只做因缘 实有 其实一切 当体一切 当体就是空 那以一切 原语道断 就是方便便谈到 唯佛与佛 哪能究竟 诸法实相 众生没有办法知道 佛的相 但是我们慢慢修 希望我们可以了解 慢慢透过修行 能够观察 一切是法空相 是原语道断的 一切无法用原语来说的 就是所谓的诸法空相 好 我们举几个例子 跟大家谈一谈 关于一切法 皆无所有 犹如虚空 无所有性 无有坚固 不生 不出 不动不退 常住一向 世民近处 好 你看像这个 这个有水滴下来的时候 有个连一期 可是实际上这是空相 对吗 它一定有水 才有这个东西 大家就会注意到它 实际上它是空相 那我们想 生活当中怎么看 比如说 比如现在大家 就下面有灯光 灯光会照到 比如照到你的书 或照到你的 像我照到我的notebook 下面形成影子 这也是空相 你看 灯光 我关掉 这个影子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 因缘造成的结果 是空相的 因为它是 无有坚固性 好 我们谈什么 比如说水灾 最近大陆水灾很严重 大陆从上到下 从东到西 水灾很严重 那这个水灾是什么 是英文所生法 因为雨空 另外我可以大家看一个 地震走山 灯气 大陆达 灯气 龙ening lightning 水灰 光子 滑之 丶啫 DOD 惁 penal incredibile cor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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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donna santissima guarda come si muove cor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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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看到那个Josen的状况 那个好真实就是人在旁边那个人 你看知道三才大地这么我们称为什么国土为翠 国土为 世间无常国土为翠 你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实际上他就是因为泥土整个流石 土石流 好 看到水中月空中花 水中的月是因为上面的月因为有水所以倒影 它其实是不实的 是虚幻不实的 但是我们认为好真实好有 还要水中去捞月 原来是生老病死 我们觉得这个设施好真实 可是你的话一天一天的无常过的时候 你对你的生命完全没办法执着说我希望我永远都是青春永驻 这不可能这就是你要知道一切一切现象都无所幸它会变化性的 它是变化性的就是没有坚固性的 另外是产生打坐的时候腿痛 腿痛的腿痛一直痛吗 其实不是的 是因为我盘着它动了 可是你可以关那个腿痛连痛的 这种痛的感觉都这么不真实 它会变化 会一直痛一直痛痛 很痛的时候 它就持平 它就会下来 再痛 你看连这个腿痛都是这么不真实 另外是念头迁流不断 所以你知道一切的法 这个法就是一切的现象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18届的一切东西 都是这么样的 都是空向 所以真正的 我们能够关到空向的时候 就是不伸不出不动不退 长度一向 这是实向空向 这个叫进处 真正能够关到这个 就是菩萨的进处 好这就是会形 所以前面说到 持戒修定的重要性之后 最后这样的部分 告诉我们修诸法空向 修到会学 所以由戒到定到会 叫三五六学 我们都能够 这边次定完成 所以会学是以 观诸法空向为基础 如果如实观的话 便是语言道断 这是因缘有 所以中观常常说 因缘所生法 我说几是空 所以你常常 然后观诸法空向 这就是菩萨的第二清静处 好那在这边呢 我做一个小节 生安乐处的小节 修忍入行 修持戒定会 观诸法空向 所以佛就说了 若有比丘 在我入灭之后 能够入世菩萨行处 及清静处 说法华经的时候 就无有缺弱 就不用害怕 就可以好好的说法华经 这是第一个部分 叫生安乐处 好那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分钟 大家看看 大家稍微缓一口气 喝口水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现在 休息一分钟的时间 那佛山们可以稍微喝个水 如果要去洗手间的话 就去 或者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这个时候 在论这边 你可以举手 举手 然后或者说 您的问题已经写在我们这个 已经有留言的话 我们这边技术代理人员会查看 那如果您有问题的话 您可以用举手的方式 那脸书那边 我们同时 也会有我们这个工作人员 会在那边 如果您是脸书的菩萨 有问题的话 您也可以留在脸书那边 我们会把您的问题 转告给法师这边来做回答 谢谢 那大概一分钟左右 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 要提问的话 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我们后面的话 会再请法师 再接着继续拖变的部分 好 那我们要往下继续咯 我们刚刚讲完了 三安内心 对不起 法师抱歉 那个我们这边有菩萨 有提到说 无忍 忍而不执着的 真实例子 希望看看说法师这边能不能提供个例子 然后来说明就是做到那个真正的不执着 忍而不执着的真实例子 我刚刚提了一个例子不讲那个吗 孟参老婆上的例子 你刚刚有听到吗 这个就刚刚我们传达一下 就是一个那个 那个卡罗菩萨 她的一个留言 我刚刚谈到孟参老婆上的例子 在狱中的例子 我也谈到说那个老妈 他们在狱中里面 对于受到那些 折骂 鞭打等等等等 他们觉得那个东西是真实 不是真实性的 那这个部分 我想现在时间 今天姻缘时间比较不够 我们可以再有姻缘再跟大家再谈一下 可以吗 OK 不是 有言说OK了解 没问题 谢谢 好 那我们往下走了 我们往下 讲第二个部分叫口按热行 口按热行这个部分 其实包括两个部分 入如来事跟着如来因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口按热行 经典说若如来灭后 在末法中 要讲说法华经的时候 应助安热行 她说什么 若口宣说 若读经的时候 不如你在说法 或是读经 这经不一定是法华经 读其他经的时候 也不能要说 不能说别人跟经典的过失 然后不侵卖诸语法师 你不能侵卖其他的法师 就说 你都没有这红权法华经 不可以这样子 也不可以说别人的 好恶长短 对于身为人 不称其名 说其过恶 亦不称名 赞叹其美 又亦不生 愿显之心 善修如是 安乐心 故 诸有听者 不逆其意 有所难问 不以小圣法答 但以大圣 而未解说 另一切 定得一切 种子 好 这个部分 是口安乐心 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在 你怎么样修这个口 这个部分呢 我想下面会 来跟大家在细说 口安乐心 就是说 好 我们在讲说 这是读经的时候 你不能说别人的过失 然后也不能说经典的过失 这个经典不好 这个不是大生经典 是小生经典 不能这样子 每一个经典都有相应的众生 每一个经典都可以 当中我们学到佛法的东西 然后不欺瞒诸于法师 也不说人 好不好 长短 这个长短 就是变成是两舌了 然后呢 不称 也对身文人 也不能说 你是身文人 小小圣的 你都不度众生 不能称民 说其过恶 当然也不在 我们也不特别 去占他的 他的好的地方 但是也不能生 愿闲之心 这样的话 我们能够修这样的安乐心 然后诸有听者 不逆及 有人来听你说法的时候 才不会违逆 你说法的意思 然后有所难问的时候 我们有人问问题的时候 我们当然大部分都要应该 以大圣为解说 因为让葬生 都能够了脱生死 让他们得到一切种事 那这边我放了四个 不妄言 不其语 不两舌 不二口 这个四个是我们在 说国世界 要修所谓的 十善法里面的四个 那这边我们看到 这口安乐心 这边大概重点是 跟不两舌 跟不二口 比较相应 因为真的 要说经的人 大概就不会有 这个其语 跟妄言 这两个部分 好 这是口安乐心的部分 那我们谈到说 前面谈到的是 深安乐心 主要是从生疑的部分 你来实践生疑 来开出智慧 那第二个部分 是口安乐心的部分 用口语的部分 来开发智慧 就是说 在读经的时候 或是口宣说的时候 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跟警察经典的不好 也不该用语言 来侵卖其他的法师 不说其他人的 三场两短 然后对二生生闻 不说他们的过失 不称名 在他很好 也不是怨情之心 有人请问问题的时候 应该要大声的观点 来解说 让他们都能够得到 佛的一切 一切种子 这是口安乐心 然后就谈到说 菩萨们要常常 乐于安稳 来说法 在亲近的地方 铺上失床座 就是要说法 然后呢 早遇成慧 你内外都很干净的时候 安处在法座上 能够随问 为众生说法 但是不说小圣 而于大圣来解说 然后以为妙意 何言未说 然后 昼夜常说 无上高教 就是常常在说 让大家能够修行 无上高教 就是想要好华经 那法座经 谈到非常多的 因缘跟辟语 用无量的批缘跟辟语 来让众生能够了解 让众生能够深 欢喜心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来说法座经的时候 心里就不会有 机会 猪脑障碍 也不会忧愁 来骂力的人 他说这样子 你就不会有部位 交搭帐的来打你 或是甚至有 病出安住心固 前面都谈到 有会遇到三类 不好的人 对吧 这边就谈到说 你用这样的方法来说 就是你自己 透过深安乐性 口安乐性 这个部分 一起来说法的时候 就不会遇到 这些不好的 机会 障碍 忧愁 骂力 然后部位 高帐等等 又没有病出 这样的 他说 智者如是 善修其心 就是假如你是智慧的人 你要用上面那个 深安乐性 口安乐性 来修行的时候 就能够让自己 能够安住在 安住在 安乐当中 安乐性当中 所以这个 你的功德就非常大 你一个说法 就非常的安稳 能够说法 千万一节 说不能进 他的功德就非常非常的大 好 这是前面的 口安乐性 再来我们往下谈到 义安乐性 义安乐性是 入如来世 浊如来做 义安乐性 有四个要慎防 你要注意 有四个东西 要小心 不要遇到的 就是在末世 法御灭的时候 你来受持 读诵法经的时候 有四个事情 你要小心 第一个是 不嫉妒 第二个是 不轻骂 第三个是 不脑害 第一个是 不增进 好 什么叫不嫉妒 就是无怀 嫉妒 惨狂之心 轻骂是 勿轻骂 学佛道者 求其长短 他说 若如来灭后呢 末法的时候 要说法徐华经 应该住 安乐行 有比丘 比丘 又佛世 又佛仪 就是四圣 自重弟子 有不管是求 生文者 求毕之佛者 求菩萨道 就是求这个三圣法 生文圣 圆绝圣 菩萨圣的人 你应该要 不要脑害他 无德脑之 另起医悔 怎么说 就不要说 你离开佛道很远 你是修小圣的 你修什么 生文圣 圆绝圣 菩萨圣 不能不要这样说 你不要说 你这样离佛道很远 你终能不能得到 一切种子 因为你是放逸的人 你对道还离很远 不应该这样说 不要脑害他们 另外是 不要增进 不应该用戏论法 有真口直的东西 不要这样说 好 那这个部分 我们往下来细谈 另外有四类人 你要称赞 要赞 用四种方法 例行 一个是 起大悲心 与一切终生 起大悲祥 然后呢 对诸如来 起慈父想 那诸大菩萨呢 要起大师想 然后对十方 诸大菩萨 要身心 恭敬礼拜 然后对一切终生 要平等说法 以顺法部 不多不少 乃至生爱法者 亦不会多说 平等说就好 不要特别说 这个特别喜欢 说多说一点 或是少说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 这几个安乐行的部分 这是 安乐行的第三个部分 叫义安乐行 意思是说 在佛灭度后 法灭僵实的时候 佛法僵灭的时候 修持弘扬法华经的人呢 应该不得 还有极度 惨狂之心 也不得对 真心意学佛的人 说他的长短 然后呢 身属世众当中 有求身闻 辟之佛 菩萨的三圣人的时候 不可以挠乱他们 使他们对所修的三圣法 产生疑悔 使他们说 说他们永远不得 佛的一切种智 也不得做无聊的 这议论争辩 其实华经当中 佛其实没有嫌弃三圣人 因为三圣人其实是基础 三圣人会导规 唯一佛圣 对众生要起大悲心 对如来要起慈父想 对一切菩萨要恭敬礼拜 对众生平等说法 不多不少 好 那我们来看 一切众生起大悲想 怎么说 就是说弘法 所说的应该注意说 对一切众生 要心里要起大悲心 希望他们将来一定能够成佛 因为众生都有佛性 其实不管你是不是这样想 其实他们终于 一定能够成佛 即使是一产提的菩萨 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不只是心里这样想 口头也要这样说 而且要真正去做 只要任何一个众生 跟佛法有缘 愿意来听闻佛法 不论他是顿根器 或是利根器 都要不厌其烦的 为他说法 若是众生不想听当下的佛法 所以你要起种种方便方法 让他能够借助佛教 认同佛法 比如说刚开始借助佛法 我们会欢迎他到佛法库山来走走 因为佛法库山处处都是师父 他用法的基础来所建设的 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 所以他看到佛法库山 就是我们小威的 神罗万象都在放光说法 他看到水流 看到树窑 看到风洞 甚至一草一木 其实都在说法 要是他有这样的 当下有因缘 他能够觉悟到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在学佛 对一切众生起大悲响 对于未来世 对于有善男子三女人 信如来智慧的 要为他说法华经的时候 使得闻之 令他得到佛会顾 要是众生不信佛 不信法华经的时候 佛告诉我们 在竹蕾品22佛谈道 我要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要 在如来的余生法中 世教利息 如等若人如是 则为以报诸佛之恩 我就告诉我们说 在末法时期呢 你红尘法华经的人 假如众生信 如来智慧 你可以跟他说法华经 但是要是他 没有还 这个是还不信法华经 或是他的根基 还不到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如来的 其他教法当中 来分享他 让他能够起欢喜心 这样的话 也会一定也是一个 你也是报诸佛之恩 因为 佛的本愿是 适度一切众生嘛 能够顺佛意 报众生 因为佛门中 是不舍一切众生 跟守的众生 直接说法华经 说以圣妙法 那跟不守的众生呢 我们可以先说 佛说的其高法 甚至对二圣 圣人 佛刚开始 也是说了圣法 佛刚开始 对于 生文圣的众生 佛说是圣地法 苦极灭道 对于原觉圣的众生 他们有因缘 听到佛说法 叫做生文 原觉 有因缘看到佛 可是也有一些 是辟之佛 他们观十二法 十二项的 就是无明行使 明圣六路 吐手 爱其有 十二因缘法的 也可以跟他谈这一部分 或是有人是 求菩萨道的 菩萨圣的 可以跟他谈 六度波罗命等等 因为佛注释的时候 佛有说 我们要上报 是从恩嘛 所以在 告诉弟子们 要报恩 所以尤其是 报恩这个部分呢 不同的众生 跟气 我们要跟 有不同的法 太区大师谈到 所谓的余生 法的意思是 不是专事 来不经 不是 或是大生的方等经 或是小生经典 或是甚至于是 人天善法都好 只要是佛法 能够让众生 能够 导规到佛的意思里面的话 通通称为 法生法 甚至我们谈到 所谓的三规五戒 甚至想说 你称南无 称阿弥陀佛 合掌 问训 其实这些都是 算是生法 甚至小菩萨们 到志愿来参访 小菩萨和掌 跟法师说一声 阿弥陀佛 皆已成佛道 我想大家记得 在方便里谈到的 只要合掌 说一声 南无佛 其实皆已成佛道 所以其实杜众生的方法 不是已经要讲法法经 有好多的方法 其实都是 都是杜众生的方法 好 再来是 于诸如来 起慈父想 这里有两层意思 意思是说什么 一个是 一切诸佛的卑制功德 是我们亲目的对象 就是以诸佛为慈父 这是一个 第二个部分是 对佛所说的法 我们依靠佛 建法 文法如建佛一样 以诸佛的法身为慈父 这两个部分都是 所以呢 实胖如来 无意不是慈父 所以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知道 有三世诸佛 过去是 现在是跟未来是 甚至是 三千佛明经 过去的 过去的 过去庄严节 现在当下显节 未来新秀节 三千佛 这还是 这还是在说佛世界 还有十方世界的 一切佛 无意不要把它当成慈父 都是十分 都要把它当成慈父 第二个是 佛所说的一切法 一切成佛的法门 其实也要当成慈父 这边 慈父谈到说 像 在穷子狱里面 谈到这个穷子 任父归宗 这就是讲 这个穷子 他离开父亲很久之后 然后辗转要找父亲 就是他当乞丐 然后终于有一天 来到父亲的 父亲 住在住的那个城镇 看到父亲 他觉得 这个父亲 这个人看起来 好尊贵 好像国王一样 他根本不敢去认这个父亲 后来就跑掉了 那这个父亲 就请他两个仆人 去把他带回来 带回来之后 慢慢慢慢在这个穷子 在父亲的这个住的地方 开始所谓的除愤 就是清除烦恼 除外在的愤 除内在的烦恼 等等等等 最后 父亲就跟大家讲说 这就是我的孩子 任父归宗 所以我们一直要把 佛当成慈父来看 好哦 那像那个火宅 里面谈到说 这个三界火宅 起火了 可是孩子在火宅里面 欢喜游戏 都不感觉说 应该要出离 就父亲跟他讲说 你们不是喜欢吗 我在房子的外面放了 阳车 路车 牛车 你们赶快出去吧 那小孩子就说 太好太好就出去了 就把这个三界火宅 就是我们现在这边 说佛世界啊 就是色界 玉界 无色界 三界火宅里面 大家在这边受苦 实际上要让大家赶快出离 所以最后父亲给的是大白牛车 就奔向这个成佛的大白牛车 所以对如来还有各种方法来度众生 所以对如来 对如来的法门 全部都应该当成起师父想 这是师父的解释 好我们要什么叫法门 我们想比如说 修行的方法叫法门 比如说我大悲颤法 法门也是法门 那大悲颤法里面 你刚才谈到说 你看 我们不是有顶礼佛法身吗 那我把这个法 这边提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一心顶礼 广大圆满无碍 大悲心大头你 神妙张聚 所以你这边有个爱字 漏掉了 这边我会再补一下 圆满无碍 他说拜下所你要观想 法性如空不可见 常住法宝 难失戏 我今三叶如法寝 唯愿显现 受供养 就说法性如空 看不到 但是呢 宝宝常住 难失忆 我今天身口意 一切一起来请 请这个法 所以唯愿显现 受我的供养 好这是一个 另外是观想什么 一心顶礼 观音所说的诸陀尼 经十方三世一切尊法 观世音菩萨 不只是讲大悲心陀尼 神咒而已 其实还有一切的法 我在这边都要顶礼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 佛说的一切法 都要去顶礼 还要去观想 观想法空 真法 真空法性如虚空 常住法宝 难失忆 我心引现 法宝前 一心如法 更命理 所以对一切法 恭敬顶礼之后 你就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法门 这其实就是 见法如见佛 所以菩萨们 我们像比如说 我们早晚课 都有三拜佛 三拜 我们称为说 三拜佛 其实你顶礼下去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同时顶礼 佛 法身三宝 理佛 理法 理神 这是大悲伤法 我们谈到的 有两证 我随便提出两句 好 这边呢 对诸大菩萨 刚刚是对诸如来起 慈父想 第三个部分是 对诸菩萨起大思想 对一切菩萨 诸大 要起大思想 面对一切修行六度万恨的菩萨 修行布施慈戒 忍入精进禅定智慧的 而且是布施度 识戒度 忍入度 精进成 这种大菩萨的时候 要把他当成大师来想 这个大师就是指佛的意思 就是我们要把他们当成像佛一样来看待 起这样的观想心 而且对诸方诸大菩萨要成 常常要身心恭敬礼拜 我想诸方大家都清楚 就东南西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上下诸方 这大菩萨呢 就是现在在十方诸佛国度里面的 除了我们大神经典 常常见到了大菩萨 比如说文殊师利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师师菩萨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知道名字的 或是不知道名字的大菩萨们 我们在修这个 义安乐行的时候 要常常深切的恭敬心 来礼拜他们 虽然他不现身在我们前面 也应该要恭敬礼拜 为什么 因为对他们的修行功德 起恭敬心 因为他们是大菩萨 这个是要见贤师起 要起仰慕心 好那这边呢 我们提一下 比如说像 刚才一听听过这个 常不经菩萨吧 常不经菩萨跟提波达都 常不经菩萨是 当然很多人 没有办法了解他的本意 当然很多人骂他 用石头打他 但是也因为他这样子 恭敬礼拜 他很快就成佛了 常不经菩萨成佛 他把一切人当作 现在的菩萨 是未来的佛 那另外那个恶人提波达都 他是用 他用逆向的方式 来帮助师尊 早日成佛 也称为 一将一切恶于利人 圣座的菩萨 所以我们对这些恶于利人 不应该起嗔恨心 就是你周边 你常常觉得 哇这个人常常 让我觉得过得不舒服 常常觉得 他是来忤逆我的 应该要反要 不解不要起嗔恨心 要伸恭敬心 感恩心 这也是佛华经 非常殊胜的地方 所以佛华经 不只是众生成佛 包括我们刚刚 一跟大家提到的 提波达多 这个恶人可以成佛 甚至畜生小龙女 你都可以成佛 所以身世的一切佛法身 尤其是身 包括一切 现在看到的 现在现畜生相 现恶鬼相 现地狱相 等等 等众生 包括现在人生 天生等等 都是能够成佛的 所以我们不能 侵卖任何一个菩萨 好 那我用大杯菜来 跟大家讲说 大杯菜里面就有 大杯菜里面 菜法说 一心鼎礼 观世音菩萨之外 这是谁的声音 除了要顶点 观世音菩萨之外 要一心顶点 这边好多 你看 大师之菩萨 某和尚 总持王菩萨 某和尚 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 某和尚 宝王菩萨 某和尚 药王菩萨 某和尚 药上菩萨 庄严菩萨 某和尚 大庄严菩萨 某和尚 宝藏菩萨 某和尚 德藏菩萨 金刚藏菩萨 虚空藏菩萨 这些菩萨的 或许有的名字 我们听过 我们有没有听过的 还有 弥勒菩萨 普贤菩萨 文书实力菩萨 这个我们讲 你看还有 十方三世一切 菩萨某和尚 你看 在代表唱里面 就告诉我们 要顶礼他们 看到吗 还有呢 包括 这些 摩赫加色尊者 无数无数的 大声闻声等等 我们都当成 他是菩萨 甚至是 法治大师等等 我们都要的礼拜 所以不只是经典说 其实我们的行门里面 大会参访也都要顶礼 顶礼这些大菩萨 所以对于十方 祝大菩萨呢 应该身心 恭敬以拜 其实平常菩萨 已经开始做了 只是你可能不晓得 这个可以刚好 跟经文连起来 好 下面我也谈到 地藏 另外一个访问 是地藏访问 地藏访问也谈到 这个部分 地藏访问正好 在八月份的时候 那个 台湾的文化馆 会有一个中原地藏访问的法会 那今年也是用网络共修 所以不是他们其实也可以 透过网络一起来共修 地藏访法里面谈到说 又愿我身 苏能骗自一切岔土 于一一佛法身所 各于一切庄严供养之计 供一切众生 等持奉献 一切诸佛法身 设身 设立形象 浮屠庙堂 一切佛事 供养一切所有法杖 及说法处 供养一切 贤胜深重 愿供一切众生 修行如是供养以 渐渐能够成就 六波罗蜜 四五量心 生之一切法 本来空极 本来极面 无生无面 亦无也平等 杂念清静 毕竟严满 你看 《连地藏套法》里面 谈到这个部分 你看 教授我们要 对一切 我们要跟一切众生 一起 一起来供养佛法身三宝 一切的 这个一切包括十方 包括三世 一切的诸佛 包括你看到法身 看到佛硬化的色身 甚至只是形象而已 甚至塔庙 这一切我们都要来供养 甚至这样 所有的法 还有说法的地方 有经典的地方 或是放经典的地方 都是 包括一切 玄圣众生 都是 我们要来供养一切 佛法身三宝 所以这个 其实 异安乐行 这个地方就是 刚刚刚我们讲说 我们对佛法身三宝 一定要 一切的恭敬礼拜 好 其实这个师傅也特别 谈到我们 要恭敬 佛法身三宝 对 OK 好 所以下面呢 接着我们看说 这个是礼敬 佛法身三宝 好 然后对 对一切众生 要平等说法 对一切众生 不要有 亲疏后果之分 一个是 当然这个 不容易啊 因为佛才能够 平等说法 就是在 我还记得没讲说 那个 三宝恶目说 佛以音言说法 众生 谁类各得解 就好像 雨下来的时候呢 雨是谱下 可是大树 吸大水 小树吸小水 小草吸小水 一样等等 这是佛 佛说法 可以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 我们要学佛的方法 来对一切众生 说法 不要有 亲疏后果之分 而且是 人人都能够得到 各自所需的法义 即使说法者 能够因材施教 有教无类 也是这样 所以你看 你看他说 师父的 你看师父的法宝 师父的书 师父的书 你每一次去读它 不同的时间去读它 你发现每次 你都会有收获 不是吗 就像 师父的那本 《心经心事》 我大概读了不下20次 可是每一次去读 你就觉得说 有东西有收获 其实师父的法 师父用浅白的话 把生的佛法讲进来 可是那个时候 你每一次 你自己的根基 到什么地方 你就会去收 不同的东西 所以要告诉大家说 说法 今天的人 说法的时候 只要针对 对象的需求 而说法 因为众生需要什么 就给什么 不要少给他 也不要多给他 恰到好处的就好 就像经上说的 以顺法固 不多不少 乃至生爱法者 亦不会多说 你不要说 我特别说多一点 其实这个就是 不平等说法 要平等说法 好 平等说法 意思是说 同一个人 在同一个时间 说同样的法 你只能说 像我们只能说 一种声音 像说法 那且能听前法 生能说声法 生能听声法 这真的叫平等说法 我们没有办法 像佛一音言说 众生谁类各得点 至少我们就 平常 放心这样说法 就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讲到药草一品 里面的三草恶木的辟语 天上下来的一味的雨 大树能够吸到 大的雨量 小树受到较少的水量 小草受到更少 并不是因为 佛像的雨量 有差别 而是因为众生的根气 有差别 所以收到的东西 才有差别 这是众生的问题 好 那所以往下我们讲 这个义安乐行的书圣 我就说 文章是立菩萨 是菩萨摩克萨呢 于后莫世 欲说是法时 要成就这个义安乐行 说法的时候 就不会有脑乱 不会有脑乱 而且能够得到 同好同学 来共读硕士经 来读法华经 而且大众也来听受 大众听了之后 能够持 就是我们刚刚说 常常的意念来持 持呢 然后能够送 送了之后 还能够说 为大家说 而且能够书写 然后呢 使人 你不只是自己书写 还能够让别人去书写 草写金卷 然后供养金卷 然后恭敬尊重赞叹金卷 这是义安乐行的 殊胜的地方 我们常常所谓的供养 我们常常谈所谓的 世事供养 大家可能听过 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 来供养 这个谈一般人说 是供生的方法 其实 这个供养 供养有很多的供养 包括我们这些谈料的供养 都是这样的 包括我说 上凉皇宝上 有食供养 有好多的供养方法 重点就是 我们要能够透过 我们的牲口液 来供养最重要 甚至合掌 用心供养 也是很好的供养 牲口液三叶 要供养 这就是供养的意思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授辞跟供养 在法师品里面 有谈说 无品法师是 授辞读诵 解说出血 是修行法华经的 五种法门 然后你当然 为法华经可以 起塔 恭敬礼拜供养 这也是 供养法华经的方法 我记得在第二品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过 那个金辩图 不想你还记得吗 有一个佛在塔中 然后有人在礼拜 有人低头 甚至一举手 一低头礼拜等等 这都是供养 甚至用东西供养 都称是 供养是对于学法的 应该要说是重点 是你不思 能够舍贪嗔痴 增加福慧 然后供养 是恭敬赔福 就是这样 把自己所爱的东西 来奉献支柱 称为供养 好 那我们这边做个小节 义安乐行 意思是说 在佛子说法的时候 能够柔和能忍 慈悲一切众生 不生谢待心 然后这义安乐行 智者应该守护 这个义安乐行之后 能够无量众所敬 等到众生都会来 恭敬供养 好 最后一个 第四个叫 誓愿安乐行 是入如来世 在末世法一命的时候 有时候要经得 要发愿 第一个是 对于不管是在家 诸家人 要生大慈悲心 慈悲心前面我没谈过 生的这样就大慈悲心 对于 不是菩萨人 意思是对于身为人 他们不是修大慈心的时候 我们要起大悲心 为什么 你会觉得说 应该做这样念头 就是这些非菩萨人 就是不是大菩萨的这些人 他们是大师 他们师的很多东西 因为如来方便随于说法 你不闻 不知不觉 不问 不信 不解 我怎么发愿呢 我发愿说 这些人虽然 不闻 不知 不觉 不问 不信 不解 但是当我得到 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的时候 就是我当我成佛的 的时候我不管在哪个佛国 净土哪个地方 我要用神通力 智慧力 引之令得注释法中 令他有因缘 听闻到法华经 好 这边讲的非菩萨人 就是谈到前面第二品 不谈到 佛要说法华经的时候 不是有五些个人退席吗 就是他们没有因缘 没有根据 听到法华经 就是这些人 当下没有因缘 当时我们要对他 祈大悲心 要发愿 他们现在当下 活在方面随意 说法的时候 他们不闻 不知不觉 不信 不问不解 所以当时我成佛的时候 我希望我用各种方法 然后随在何地 用神通力 跟智慧力 让他能够住在 法华经当中 注释法中 而是能够成佛 好那这边问题是 怎么样起大悲心 跟大慈心 对于那个 身属世众跟二圣人 你会想 他们身属世实在太大了 佛如来已经用 种种方便说法来说了 他们竟然还不知道 不知不觉 不信不解 所以我成佛的时候 我要有神通力 要随时随地 用各种方便方法 让他们来听闻法华经 所以你用这个发愿 这个第四安乐性 就是四安乐性的时候 就能在这边 说法华经 就不会有过失 就是要发愿 那这边谈到 什么的慈 跟悲 慈悲 那我们慈悲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刚好找了一份 师父的开始 讲说师父谈到 什么叫慈悲 慈悲有四个原则 要调和自己的矛盾 要怜悯他人的愚痴 然后呢 原谅他人的错误 要关怀他人的苦难 师父说 第一个就重要的是要调和自己的矛盾 特别是自己 你要调和自己的矛盾 你才能够谈到所谓的慈悲 自己兴起了很多的内战的冲突 其实没办法谈到慈悲 想要自己能够心理安定平稳 心要有因果观念 因缘观念 自己内心平和 才能用慈悲心来关怀他人 你自己要能够慈悲的时候 才能够怜悯他人 原谅他人 而且关怀他人 什么意思 怜悯他人的愚痴 愚蠢 然后原谅他人的错误 关怀他人的苦难 这样的话 保证你自己身心 都非常健康 才帮我谈到所谓的慈悲 这不就是跟心灵环保一样吗 这是师父在残疑物里面谈到的 我真正的慈悲 是要先对自己 也先调和自己 才有办法对外在 好 来调和众生 好 那我们现在 好 对在家菩萨 生大慈心 对非菩萨的心大悲心 这是对第四种 安乐行 就是世元安乐行的 所谓法师 对四种地址应该起这个心 他说对上位正 进入大圣的恶圣人 应该起大悲心 慈悲他们昏迷不醒 执迷不悟 佛虽然是用很多方法来说方便法 但是他们不闻不解 所以希望自己的成佛的时候 引导他们能够进入 变化华性的大法之中 好 这边谈到有个六事 就是不闻不知不觉 不闻不信不解 好 这三 这个六阵四 这前面这个不闻 就是说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华经 不知就不知道也不过华经 不觉有痛苦 就是他们根本还没有因缘 接触到唯一佛圣的华经 所以他们 从来没有听闻过华经 也不明白华经 这三个人 这三十人叫做不闻不知不觉 后面这人是不问 不信不解 他们没有意愿来探问 问问看是不是什么 或是来起信 不起信 或是不理解 虽然听说有一个华华经 但是他没有意愿来探问 起信理解 所以 对于持第四安乐行 实验的法师 要说华 要成佛之后 要说华华经的时候 应该要 让这个六类的众生 就六大师 不闻不知不觉 不问不信不觉 这六大师的众生 他们能够有因缘 进到宝华经 妙法之中的因缘 这样的话 他们才有办法因缘来听宝华经 成就国道 好 所以最后福就说 成就世安乐行 福尚姆赫萨 有成就这个世安乐行的话 他说法的时候 就不会有过失 然后常为侍众 王子 国王等 他们来恭敬 供养 尊重 赞叹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天 诸天的人会来 来侍卫塔 常常来在旁边随事 然后呢 在聚落 诚意 空险当中 有人来问的时候 诸天还会有人来 卫护他 然后听 令听者 非常的欢喜 为什么 因为法华经 是一切过去 未来 现在诸佛 神力 所互顾 所以说法华经 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 我们要修前面的 生安乐行 口安乐行 义安乐行 甚至要 誓愿安乐行 这一层一层 层下来之后 你才有办法 在说法华经的时候 那么的自在 让一切众生 能够听闻佛华 而会非常的欢喜 所以佛华经的名字 叫做 妙华莲花 焦菩萨华 因为是诸佛 所顾念的经 好 那我们在 末法时节 红杉花华经 我把这个部分 跟 安乐品 里面的食品 连接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关系 其实这个花华经 是三个 刚好不是讲过了吗 入如来试 做如来一做 如来做 对吗 那我们看 今天谈的是 身口意识 安乐行 这四个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好 我现在只是 从经文的前 表面的意思来拉 这个中间的关系 其实往下深层 应该这三个都有 三个 每一个安乐品 应该都有 包括这三个 只是我用前线来谈 比如说 深恨难起 告诉我们要忍入 柔和散顺 那关一切法空 所以它会着陆来一 柔和忍入 做如来做 万一切法空 这样有个种 第二个 口安乐行 这个慈心说法 不不畏 安住忍故 所以它会是 入如来试的 大慈悲心 然后做如来一种 柔和忍入心 一安乐行是 常柔和能忍 对众生起大悲响 所以它是 大慈悲心 柔和忍入 四言安乐行 大慈心 大悲心 入如来试 其实我觉得 这应该是 都会有相关 只是这个地方 我先用这样说 它说 安住在四个 安乐行当中 深安乐行 口安乐行 预安乐行 跟四个安乐行当中 然后以不懈怠心 为助众生 顺众来广说法华经 好 那下面大概 这个四个安乐行 长了差不多之后 我们来谈到 法华经 法华经 其实是不容易得闻的 就是我们刚刚 这四者阿斯 讲的武师说法 我要到最后一词的时候 还有说众生根气成熟的时候 才有办法听到 法华经 佛说 文书斯利 法华经在无量国中 有的名字根本没有 法华经听都没有听过 不要说能够看到 受词读诵法华经的 他说很多人在无量的事件 无量的节当中 林法华经的名字 都不可能听闻 不可能见到 受词读诵 这个经典的人的 是非常非常稀有的 所以佛在讲文 诗安乐行之后 佛就开始讲一个 一个辟语 叫 记忠明珠语 等一下我们来谈 所以意思是 这个明珠讲什么呢 就是佛讲 讲文圣王呢 记忠有一个明珠 生平的时候 全部随分给 有 不是去打仗的时候 有功劳的人 但是只有 最后立大功的人 说最后 佛才才把这个明珠给他 就好像佛要入涅槃之前 佛才说这个法华经 而是法华经 是非常的殊胜的 好 这譬如叫 记忠明珠语 就说 譬如 这个强力转离圣丸 要以威士来 降服诸国的时候 很多小王 听命嘛 转离圣丸就起兵去 去讨伐了 所以那很多很多兵 就讨伐之后呢 最后打仗的时候 这个转离圣丸就看到有很多有功劳的 非常欢喜 就随功赏识 我给田宅啊 或是给聚落啊 或是给陈银 这城堡啊 或是衣服啊 还有很多很多装填的东西啊 种种珍宝啊 宝物啊 甚至呢 像多少 马多少 车多少 甚至奴隐人民 他就赏识给他们 可是王上顶 王的头顶上有个珠 不随便给 为什么 因为王上只有这一颗珠 不能随便给他 他说王珠 捐属 必大金怪 好 我们来谈一看 这是什么意思 王虽然把很多东西赏给他 但是王顶上的这个 不能随便给人家 最后才会给 为什么 因为 佛华金能令众生 治一切治 他这个法 你一听到佛华金 就能够让众生 得到一切治 最后是一切种治 能够成佛 因为这说佛世界 很多众生都是多元男性 前面我们知道 不是说起了 说佛世界众生 难调难辅吗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能够信服的 这佛华金是 诸佛读来 第一次说 是最上经典 诸佛之中 最为圣生 最后 我要入面前 才说出来 就好像强力之王 九户这个诸 就是他非常的珍贵 佛好好的珍贵 珍藏他 最后才说的 最后才说出来 才给出来的 这是佛所守护的密葬 佛跟要阿弗莎说呢 佛所说的经典 千万的这么多 这么多经典当中 已经说的 现在说的 还有未来将说的 这当中 英法华金是 最为难信难解 他说要往 这今是诸佛密要之葬 是不可以随便给人家的 诸佛世尊 都来守护他 所以是一切诸佛 所守护吗 从西以来 就是从佛说法 说这么多年 纵使佛是硬化佛 他在说佛世界 硬化四十几年 说法 从来没有说过 华金 表示华金 是非常殊胜的 好 这边有几张照片 给大家看 这个叫寄诸 寄诸原来是在佛像上 一种装饰 最少出现在北朝 像这个北齐的 石家佛像这边 还看不到哦 甚至我们华谷山的 这个佛像 这个佛首 是随代的阿索佛首 上面也没有 那唐朝这个 刘基佛像 这边就有一颗 就是这颗 看到吗 这一颗 好 然后这边 他说那个 这个祭珠是放在 是在个肉祭 肉祭跟法祭之间 圆形的 形状大小 有不同 这五代的 同像 唐代头像 实在 唐朝的十条 石标下 里面 都会看到这个肉祭 变化 梁阿金说这个祭珠 就是伦王 祭宗之族 好 我们说完了这个 祭宗明珠 祭宗明珠 之后 我们稍微来对应一下 他在说什么东西 随公赏识 田宅巨肉 就是随公赏 兵重 他说 巨肉成衣就是 果味 用它不同的方法 它得到出入 二果 三果四果的 或是赏识 他衣服 就是忍入 因为柔和忍入 一马 七把就是七不敌分 告诉他七不敌分 八圣道分的方法 然后可以 向马 车圣 就是 就是 他没想说 我有因缘 听到宝华经 所以你给他 他好像会惊怪 然后谈到说 诸魔皇不肯顺 不是 心魔 五一魔 烦恼魔 死魔等等 他们不可能 不可能信服的 然后最后呢 佛给他 禅定解脱 无论更 诸法之禅 是佛开始说 四禅定 八解脱 五根五立 七不敌分 八圣道分 生气道品等等 这五六方法 告诉他们 解脱世界的方法 最后 佛要入面的时候 引导他的心 能够出世间 能够疾灭 最后将 把这个 男性之处 就是法华经 藏在八万世间 法门当中 最后 就直接给了众生 所以这个时候 佛才说 法华经 好 所以我们最后 读读法华经 佛终于说法华经了 那读读法华经 有多少殊胜的事情 这个在安乐情况 你谈到了 暴身殊胜 而且离外缘 而且你无畏 而有智慧 暴身殊胜 所以无病痛 银色先白 然后呢 不生贫穷 众生看到 你非常欢喜 然后刀将不佳 然后 人家想骂你 是骂不出来 口则必舍 另外是 你游行的时候 像狮子王一样 无所畏惧 智慧高明 如日之照 就是 说法华经的人 暴身的殊胜 同时会梦感 好像 梦到什么 梦到如来说法 如来做 狮子座来说法 然后呢 又见 又见自己 在为这个龙神 阿修罗的 来说法 然后梦见 佛放光 我们在这个地方 身处其中 和掌 在佛 你在那边 和掌 然后佛放光 会被佛的佛光照到 而且呢 文化欢喜 会得陀尼 正不退治 而且会正 休息散法之后 正诸实相 深入禅定 见识防止 所以你才知道说 我们读 法华经有这么殊胜 不管是报身殊胜 而且梦感好像 最后我们谈 红传法华经的功德 红传法华经的功德 就在安德行民谈到说 会怎么样 文化为人说 有好梦 另外说梦做 就是这样 你有出家修行 会得到成佛 转法轮入涅盘 你会梦到自己 做国王 然后呢 宠宫殿成倩 出家修行 行与道场 另外呢 在不离处下呢 处狮子坐 然后得诸佛之志 成道了 另外呢 转法轮 对五量众生 为师众说法 然后为千万一众生 说法 最后入涅盘 当入涅盘 入燕镜灯面 然后若后世 说是第一法师 得大三明 就是说 你在后世讲法华经 最后 你在梦中会指导 梦到自己 就会要成佛 就是成佛的细项 好 最后我的总 我今天的结论 是用四安乐行 深安乐行 口安乐行 意安乐行 四月安乐行 来 红传法华经 最后能够成 就佛道 好 我想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都很欢喜 好 我想时间刚刚好 我们一起来回向 请合掌 众生无边 试验度 烦恼无尽 试验段 法门无量 试验学 佛道无上 试验成 好 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 老师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方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以上共享大众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